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红色的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小塑料盒子 这位年轻人非常好奇地问这位老比丘 师父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老法师一脸庄重的表情 颤颤巍巍了一层一层地打开 露出了一尊塑造的比较粗糙的 金灿灿的佛像来 他告诉年轻人说 孩子你知道吗 这是一尊金像 是别人供给他造寺庙用的 他说当年没有用上 他现在年龄大了 假如一口气喘不上来 落到别人的手里 或是被他的子女们要回 他就要背因果的 老和尚说 我很信任你这位居士 孩子你把它好好处理吧 这位年轻人 接过这尊金菩萨看看 佛像底下有一方比较模糊的印记 叫足金 拿在手里颠颠还是成颠颠的 在接过这尊佛像的时候 年轻人的心里非常有压力 他也是成颠颠的 因为老和尚对他这么信任 他不能对不起老和尚 年轻人一再推脱 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个老和尚 思索再三 只能勉强接受 在接受的那一刻起 他就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因为他又不能去卖 佛像不能卖 如果收藏藏在哪里呢 万一被小偷偷掉了 又怎么办 就这个问题 让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困扰 仿佛当中还经常梦见小偷 把他的东西偷掉 有一天 他无意在电视当中 看到一则节目 叫建宝节目 就是建真 那种宝啊 是不是真的节目 他想这尊佛像 看上去比较粗糙 是不是假的呢 他转念一想 老和尚这么认真的态度 不会假的吧 但是他又想想老和尚的话 他说的是别人送给他的 是不是别人 是不是别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想来想去 最后年轻人还是要决定 应该拿去鉴定 最后拿到地矿见证中心 专家做了鉴定 鉴定的结果是假的 当得知 佛像是假的时候 他心里不但没有失落 反而倒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和轻松 高兴的是 他终于不要再去为怎么处理它 而担忧了 烦恼了 轻松的是 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种感觉放下 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自在是多么的快乐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东西 都是由于自己看不破 太重视了 所以我们才不快乐 才会烦恼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您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您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